一名敌大伙一起向前大步走 这是云林谷坑绿色隧道的健走活动 天气虽热 但还是有很多民众推着娃娃车 伯老西又来为自己的健康而走 大概全家一起参加 现在疫情趋缓嘛 大概小孩子出来户外走走 散散步这样呼吸新鲜空气 2022年是云林县的健康运动年 希望全民一起来运动爱运动 活动发起人是来自云林国中体育组长沈金勇 他在395天前 看到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少运动 导致身心疾病 他开始每天四点起来走路 在社群分享他的走路心得 引起很大的回响 你看好不好 岩地跑就好了 岩地叫做超慢跑 我们岩地超慢跑 对 好 你看 脚要提起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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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现在也可以告知分享 那这个叫超慢跑 就可以 你在家里也可以做 那你看他的年纪 他的这样子 他竟然从跑步会刹流 他现在可以连续这样跑40分钟了 对都没有停哦 这样多久才这样才好的 他这样接触了大概 从那时候200多天了吧 对对 早上没有完成 晚上的话 还是我都会用走路回去看我妈妈 以前是骑机车 后来骑脚踋车 后来跟沈老师以后 变成改成用走路回去 就是玩 利用这个时间 差不多可以走五六千步 白天再走差不多三四千步 这样就可以一万步 活动发起人沈金勇 一年多来走遍云林各地 他觉得鼓励更多人一同走出健康外 也让同好们知道 可以用走路方式 回老家看望父母亲 多静静孝心 新航亚太电视 刘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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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